周曼岛Rewoo City发生的少女遭人性侵案 嫌犯是一名登记在案的性罪犯 古林佳的报道 Rewoo City警方宣布 昨天逮捕一名登记在案的性罪犯 她涉嫌性侵一名14岁少女 根据警方资料 受害的14岁少女和她的13岁朋友 于7月31日前往该市Broway 400号路段的一处停车场喝酒 结果回家后酒醉不省人士 警方接报后前往少女住家了解情况 受害人向警方描述 当时这名男子带着狗走过停车场时 提供大麻给他们 又鼓励他们喝酒 他的朋友离开后 只剩受害人和男子独处在车库 该男子对受害人性侵 警方称32岁嫌犯George Bortisa Zaret 还涉嫌向女孩提供毒品可卡因 所幸受害人分散嫌犯注意力后停止了袭击 警方透过受害人描述 锁定嫌犯并将其逮捕 目前嫌犯已涉嫌性侵未成年人 以及对罪酒者施以性侵 对未成年人进行口交 提供大麻给未成年人等多项罪名 被关押在Smartell县主监狱 26台记者古灵驾报道